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沒有搞錯 7月16日 中共每一年都有北戴河的會議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的前夕 北京衛戍區司令換了人 以前叫王春寧中將 不知道去了哪裏 之前呢 就是在兩會之前 這個王春寧 是 卸任了這個北京市 中共北京市常委 這個王春寧 又不做常委 又不做軍方職位 就引起很多人的猜測 是什麼回事 其實 中國官方是沒有公開說的 是秘密的 7月14日 北京就開了一個 2020年的徵兵工作的電話會議 但是他 有些報道 就是微信 就是他們的微信公眾號 就報道 說這個會議 由衛戍區的司令員 副文化主持 這個是官方第一次 就借這個 講這個副文化 變成這個司令的消息 是宣佈這個王春寧 這個王春寧 就不是一般人來的 之前是十二軍的軍長來的 他的老爸呢 是以前南京軍區的副政委 叫做王永明 是宗將來的 所以 老爸和兒子 兩個人都是宗將 這個在大陸裡面 都不是很多見的 王春寧呢 就是之前在南京軍區是工作的 他就做到 是十二軍的軍長的 一六年的八月份 他先去這個 北京衛戍區 做這個司令員 一七年的七月就升了 中將的軍閒的 2020年一月份 他就剛剛 入了北京市的常委 但是到五月份 就去了職了 是吧 接著呢 接替他就是 北京衛戍區的政委 就是張凡迪的 這個什麼原因呢 沒有人知道的 張凡迪是一個少將來的 他之前是制南軍區的 任五十四軍的 這個一個司的政委 來的 一六年呢 就做了二十六軍的副政委 一九年呢 就去北京 做這個北京衛戍區的政委 現在就幾明確下的 這個王春寧 他不單止不做北京市場常委 而且都不做這個衛戍區的司令 什麼原因呢 去了哪裡呢 沒有人知道的 是吧 接替他呢 就是叫庫文化 他都是五十四軍的 之前呢 是參謀長 是吧 後來升到呢 就 少將的軍閑 17年 在內蒙古舉行那個 朱日和的閱兵 他的副文化呢 都是做那個 裝備保障方隊的領隊來的 要踢腳那些 講起這個五十四軍 在軍改之前 叫做五十四軍 他是中共的軍隊裏面 三個最主要的 這個主力之一 三十八、三十九、五十四 三十八在河北 三十九在遼寧 五十四呢 其實是住在河南 這個都是中共軍隊裏面 叫做縱裝格 軍的部隊來的 所以這次呢 一副文化調去北京這個衛戍區 做了這個 副司令 副司令 是副的 鄭司令來的 這個中國 這個姓很麻煩 姓正的 是比較好的 是吧 鄭司令 這樣就好聽了 是吧 姓副的 很麻煩 你見到他 副司令 是不是 有點怪呢 是吧 我以前在深圳 真的有一個朋友 姓徐的 做了副局長的 我們那些朋友 跟他開玩笑 講廣東話 見到他 徐副局長 徐副局長 很難聽的 這個笑話 當然大家就不會叫他 徐副局長 叫他徐局長 這樣 北京這個衛戍區 其實是中共的 叫做御林軍 它呢 是負責北京的 這個安全的 平時呢 就要守護北京的 這些重要的部門 打仗的時候呢 要掩護中共高層撤退的 是吧 有些人就說 控制北京這個 衛戍區呢 等於是 控制了半個北京的 所以呢 這個北京 衛戍區的司令呢 歷來 都是 軍委主席 去親自去指定的 當然是用他最信任的人 是吧 我們講這個衛戍區呢 就是有很多種 叫法 有很多變法的 之前在文革 那時候叫做 警閉區的 廣東 有廣州的警閉區 北京有警閉區 這些 現在都叫做衛戍區 就是它呢 是用這個軍事的機構呢 來 負責這個地方治安的 負責地方軍隊那些單位啊 軍隊裏面的軍紀那些東西的 當然啦 北京這個衛戍區 級別就比別人高啦 是軍級單位來的 是北京衛戍區 現在三萬多人 三個司的編制 是吧 說呢 他們呢 就是 御林軍 就是保護這個 首都的安全 大家可能知道 另外 另外有一個 就叫八三四一 就是以前 是這樣叫的 正式的名稱 是叫做中央警衛團的 那些就不是御林軍 那些是公中示威 大都示威 那更加厲害了 那些更加是 要皇帝自己人來管的 當然級別都高的 北京衛戍區司令 是軍級來的 中將啊 或者少將啊 但是中央整警衛團 哈 團級啊 是不是團級啊 那個團長啊 上將來的 不是開玩笑的 很厲害的 真的 而且他那個團長 官大過很多很多人的 那之前呢 汪東興 大家可能 年輕人不知道了 汪東興 毛澤東的親信來的 周恩來 江青那些人 都要看他眼色的 是吧 後來呢 叫做王帥林 他都是上將來的 是吧 鄧小平的親信 鄧家那些兒子啊 都不敢得罪他的 所以很厲害的 那些人 當然 北京的衛戍區 都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保衛的 單位來的 對北京啊 對中南海啊 安全呢 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現在 中共呢 這個權鬥很敏緊的時期 北京衛戍區的司令 突然間換人 那裡面呢 發生什麼事 任人 猜測 是不是 很多人會想 因為中共現在的軍方啊 和裡面那些換人啊 就是很頻密 中部戰區啦 空軍啊 那些政委啊 都換了人的 當然另外一方面 換呢 都不是 不單止是軍隊 公安系統 政法系統 更加厲害 我們之前都講過 這個叫孫力軍 這個副部長來的 是吧 還有幾位啊 都是大哥來的 包括這個 副政華啊 司法部部長啊 是吧 河北省公安廳的 這個 刑事總隊的 隊長 黃昇亮 是吧 江澤民的老鄉 這個 軍事工業的大佬 中旋總工董事長 董事長 胡敏明 他都是落了馬 是吧 當然 最引人注意呢 就是孟建柱的消息 因為他是 中央政法委的書記 以前的 7月8日呢 習近平有個親信 叫尋一心 他就現在出任 這個全國政法 隊伍教育整頓 視典辦公室主人 他就放話了 他說我們現在是 什麼整頓呢 要刮骨尿毒 清除害群之馬 誰是毒啊 誰是害群之馬呢 在這個之前 其實就 很多公安那些 很多人落馬 除了這個孫力軍之外 副部長 曼憲慶豐 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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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恐專員 劉若進 他都離職 加上那個重慶公安局的 鄧輝林 都是被人查的 都是被人查的 是吧 中央政法委的書記 以前的公安部的部長 近年 盟建柱的負面傳聞就不斷過 孫力軍落馬之後 網上一度都說盟建柱被抓了 7月7日最深的消息就說 盟建柱現在病重住了醫院 被當局嚴密監視 限制了自由 另外還有 習近平 鮮勢的老鄉 叫劉超 他現在是升了去公安部做副部長的 以前 中央政法委書記 港澳協調小組的副組長郭勝貴 他有一個馬仔 就是公安部部長助理 是裂腹又免職 前幾天 廣東省海關的 廣東分署 叫劉思局的黨委書記 局長那個叫尖力 又落馬了 他都是江西人來的 和江澤民、曾慶紅、郭勝貴 都是老鄉來的 是老表 江西老表來的 13日 海南省的政協副主席 就是之前的統戰部的部長 王勇 和遼寧省的副省長 都是省副政協副主席劉國強 兩個人都被查 就變成了 2020年 落馬的 省部級的 第七、第八名 這兩個人 劉國強和那個 白希臘來 他們以前在遼寧一起做事的 這些就是 裏面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們的意思就是 很多大官出了事 換人 很厲害 我回到頭來講這個王春寧 這個北京衛戍區的私人 最近北美有一個YouTuber 講了一些事的 他叫陳破空 他講北京其實 這幾個月發生了 一件事叫做 紅二代的軍人 用軍隊去逼供的事件 說他們不是要政變 他們不是要殺人 換人 什麼 不是針對習近平的 而是用這個軍隊 逼這個習近平去表態的 當然主要對這個 國內外的一系列的政策 他們不滿 對習近平 身邊一些人 是不滿的 他矛頭就不是對這個習近平 而是對 誰呢 黃滬寧那一批人 當然 都有消息說 北京發生了什麼 未遂政變的 除了不滿 現在的這個軍隊 是想要去做 它們 會去做 空間的軍隊 那些軍隊的軍隊 可以去做 那些軍隊的軍隊 但是你不去做 那些軍隊的軍隊 沒有去做 那些軍隊的軍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任志強 任志強大家應該記得 就是北京的地產大佬來的 華園的以前的老闆來的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批評這個習近平的 就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任志強都是紅二代來的 在中共的內部應該紅二代對習近平 其實是很不滿意的 不是任志強一個人 跟著陳平他都是紅二代來的 轉了一封信的 就是要求中共開這個擴大會議 討論習近平是不是適合做總司機 有一封信的 跟著就是有一封信 說鄧破方寫的 寫給人大的 那封信都是質疑習近平的 問了十幾個為什麼 為什麼 誰來負責 所以這一切 其實只有兩個內容 第一 內鬥很激烈 大家不滿 第二 就是紅二代 那些高幹的高官的子弟 是對習近平 尤其不滿 其實呢 2013年 習近平剛剛上台的時候 紅二代很興奮的 是不是 北京有一個燕和兒女 這個是北京的一個高幹子弟的 一個俱樂部來的 當然不是那些 就是玩的那些 俱樂部 其實是一個名字來的 不是一個真正的 有一個俱樂部在那裡 那個燕和兒女 每一年都幾次 集體表態去支持這個習近平 但是這幾年 看不到 他們不再表態了 我們聽到全部都是批評這個習近平 對他不滿的那些聲音 你看看這個王春寧 他都是紅二代 他是卸任這個北京衛戍區的司令 這個時間 這個背景 剛剛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我們講一下 就按照中共這個慣例 到7月底到8月份 就是我們叫做什麼 北戴河會議 其實就是很多的高級官員 去北戴河那裡 避署 度假 所以這個7月下旬到8月份 在中共內部 中南海那些高層的活動 就進入一個階段 叫做北戴河秘密會議階段 這個我們講而已 所以所謂這個秘密會議 其實不是一個會議 就是更多是比較像 中共那些高層的人物 在那裡非正式的聚會 聚會 因為大家都去避署 去度假 但是中共都要做 那些大門 我要去到百分之明 人們的選擇 都要去哪 人的 他一邊 我已經在這裡 要去哪 一邊 這個問題 就跟著 具體驗 他一邊 他一邊 很一邊 甚至工具 就是工具 各有各做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會串連的 你家去我家 我家去你家 大家要聊天 要打牌的時候要聊天 說那些話就開始涉及到這個國家的大事 甚至是涉及到一些人事的安排 但是它因為不是正式的會議 所以你不可以制止它 不可以限制它 因為你打牌 說兩句話而已 所以在鄧小平那個時間 北戴河的這個會議 就變成了一個高官俱樂部內部 就這個各種的利益 大家在那裡討價還價 大家在對話 對話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場所 一個地方 結果就是不同的派別 不同的利益團體 就會利用這個機會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 譬如你想做一個大的項目 那你怎麼辦呢 你就找一個高幹的子弟 紅二代 你寫了你的建議和你的計劃 給他 他去了北戴河 主管那個大哥在哪裡呢 他就去他的家玩 打牌和他的兒子和女兒聊天 看見了 看見了 uncle 有一份東西給你看一下 這件東西怎樣怎樣 因為不是一個正式的 那你就可以達到你的目的 是吧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到後來 一於有些專業的會議 我那個東西 叫人拿了進去 但是我們自己 找一些專家就在旁邊 我們都開會 因為接著可能那個大哥說 哇 是啊 這個很重要 聽一下 他可以走出來 或者我們可以進去 說給其他大哥知道 是嗎 那個大哥之間 如果有高度的共識 大家說這個很重要 大家都覺得是這樣 那大家一齊開個會 就表態 是吧 所以呢 北戴河就變成 中共那個權力運作 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習近平上台之後 因為他不是很喜歡 這些老人乾淨 他不喜歡那些 紙手畫腳 其他那些 所以他不是很喜歡 北戴河這個傳統的 但是他不可以不讓人家去的 不可以 即是不讓你去度假 那不行的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 他自己不去 我不去了 你們自己說什麼都沒有什麼大作用 是吧 但是現在 有些不同的 又沒有什麼好看的人 就想要去做 李克朱 給他的 你卓 那大作用 我們希望 如果 這些健康 那⋯ 他這就想說 所以他和他 這就不可以 關心那些老同志 關心他們的生活 起居那些東西 這件事很有意思的 透露一些訊息 都是很有意思的 黃春菱這個北京衛戍區司令 這次去職大概是一個標誌來的 它證明黨內的紅二代 他們對習近平是不滿意 當然他們做了大官 也不一定比別人更加安全 今年的北戴河可能是另一個標誌來的 其實我聽說北京想以這個疫情的原因 取消和北戴河有關所有的活動 就是說今年可能北戴河會議就沒有了 但是這個對習近平來說 好事都是壞事 好事節省了一些麻煩 一批人在那裡指手挖腳 雪山倒四 都不是 你都不可以拿他怎樣的 好像類似任志強 鄧婆方那些大批人 如果他們不去北戴河 他們就不可以聚在一起 不可以說那些事情 好像七一 香港政府不讓大家遊行 有疫情是一個道理 但是另外一方面 習近平都需要這批人的支持 需要這批高幹子弟 和這批老同志去支持他 如果沒有這個場合 沒有這個活動 沒有這個平台 你都很難去 非正式的跟別人聯絡 但是現在中共內陰外患 很嚴重 習近平又搞了那些一尊 什麼事都一定要自己來決定 這個真是好似好似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再見 我們下一次 我們的內容 別忘記訂閱、點贊、分享 您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什麼建議的話 留在下面 我們以後可以大家 一起來討論一下 守護真相 永不放棄 我們的堅守需要